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家之内的大口大口的吃 猪肉炖成条 你要理解一下猪肉炖成条的精髓就是香了 抽豆腐 鱼心草 面包虫 吃老树 韩国的生长鱼 榴莲我吃不了 火的虫子和蟹子 老干妈蛋糕和老干妈雪糕 杂炸萌我这个不能接受 狼猪身上有很多毛绒小爪子 就算它熟了我还是有一点点恐惧感 米的话中国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正常的吃 然后那个韩国的话就是菜包饭这种 国内可能是煎蛋和煮蛋 包括咱们可能会做荷包蛋和蛋糕就是鸡蛋羹那种 但你要是看日韩料理 他们可能会做那种厚的鸡蛋烧 我们那个土豆是煮是百分之百分之煮好 但是中国的土豆不是百分之煮好 韩式炸鸡甜辣是外面蘸的酱 然后中国的炸鸡它是比如说像四川那边的口味的 可能加了一些香辛料 印度的手抓饭有经常看到真的是用手抓的 我们国家吃饭就是菜啊饭都是大家在一起吃 地上座 然后一家人所有人一起吃饭 日本人一定说先いただきます 韩国的那个喝酒的时候 他会用手把这个酒杯挡住 不让对方看到 西里兰卡不太喜欢吃肉 所以就是更多人喜欢吃鱼 还有有鸡肉没有牛肉这样的 泰国的话他们的饮食是 无论做什么菜都会加辣椒 虽然说有些菜吃起来不辣 但是它也会有辣椒 我们在地上吃是一个很大的衣服 然后我们在商店桌 我们用修吃 就是中国吃饭的话 会比较注重的长幼秩序 然后会就是还有像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会有长辈发言 然后才会开始动筷子 中国菜 很有意思 各有各的特点 比如说四川 四川在湖南 都是辣椒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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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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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